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在海底酿的酒 西班牙这个酒庄是把酒放在大西洋海底20公尺的深处进行盛酿 现在孕育出具有独特风味的葡萄酒 而且还结合海上游艇的观光 那么让这个在海上游览可以目视在天气好的时候 看到在海面下的酿酒瓶 在大西洋的海底躺着数千瓶葡萄酒 但它们可不是什么古代遗迹 而是一座酿酒厂的海底酒窖 不同于一般使用橡木桶进行成酿 在西班牙北部的这间酿酒厂 透过大西洋的海水和海底生物的交互作用 赋予这一瓶瓶葡萄酒独特的风味 在十多年前酿酒厂老板发现 从沉船中回收的葡萄酒可以在拍卖会上 以高价卖出后便着手进行研究 邀请专家对比品尝陆地和海底的葡萄酒样本 令人意外的是每一次都是海底的风味更胜一筹 目前浙江酿酒厂总共生产十种不同的葡萄酒 白酒大约需要花半年进行成酿 红酒则是需要12到15个月 而除了独到的酿酒法外 这些固定在水底的铁架也起到人工瑜伽的作用 多年来成为一百多种动植物躲藏和觅食的生活空间 另外这间酿酒厂还将触角延伸进旅游产业 让游客可以沉船游海湾的同时 品尝他们家的海底葡萄酒 吸引许多欧洲和美国的游客前来体验 若是当天海水的能见度佳的话 还可以透过海底相机看到水下的酒瓶 而对于味道游客则是这么说 林一头在南美洲智利的酿酒师 克服了高海拔沙漠烈阳和极端波动的恶劣天气 酿出一款别具风味的红葡萄酒 这里是有地球上最干燥地方支撑的阿塔加马沙漠 每年年降雨量不到几毫米 不过却能靠着多年来种植其他作物的技术 成功地种出一款皮特别厚的葡萄品种 独特的地理环境让这款酒获得国际奖项 每年限量产出一万两千五百瓶 从最湿到最干的环境 多样的气候生态也为葡萄酒增添丰富的样貌 在酒窖内等待着美味发酵 TVB新闻综合报道